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州轨道交通首条环线 广州地铁11号线年底开通的目标 今天广州地铁宣布 21号线天河公园至沿村区段 将会从10月2号起进行拆解施工 拆了之后对我们交通出行 有什么具体影响 广州地铁沿村站 目前是21号线的终点站 同时也在5号线上 向西可以到达珠江新城 向东可以到达黄埔区的文冲站 10月2号违背之后 沿村站作为5号线上的一站 仍然正常运行 而21号线的终点站 将调整为沿村站的上一站 天河公园站 原线需要通过沿村站 换成5号线的乘客 可以选择经4号线黄村站 到车边南站 或通过7号线水西站 到大沙东站进行换成 这两条路径出行的时间 可能会有10到20分钟的增长 整个停运期间 我们票价是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21号线其他沿线各站的手摸班车时间 也跟现在保持一致 另外 天河公园站的1、2站台 也将被违背 同时启用3、4站台 用于21号线列车停靠 和乘客上落车 去的地方比较麻烦了 如果这样 像我比较喜欢去图书馆的话 我只能坐车 为了实现21号线和5号线 进组联通 沿村站承担起 临时换成5号线的使命 而专联起广州5区 广州首条环线的11号线 年底即将开通 要实现闭环 就必须将天河公园借沿村区段 从21号线拆解归环 那么就21号线未来的放城 的终点站 就是天河公园 那么通过这个天河公园 放城到11号线之后 那么就可以更加方便的 和市区的各条地铁线进行放城 本次拆解调试 过程大约需要88日 广州地铁将通过站内广播 告示等进行全方位提醒 广州地铁APP 也将同步更新相关查询讯息 听不明白了 很复杂 他就是说停了21号线的 刚刚的这一段 一个站的这一段 但因为这一段 他在整个地铁线网上 是连通几条线的关键节点 所以这一段的影响 可能是很多段 影响付出的代价就是 去你还是去到 那就比较远一点 同样能到得到 只不过不是最近线路 如果各下发现 对自己也没什么影响 那就没必要搞明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几个月年底会归还 以上是消息 是告知 不是正讯 看下一条 都是跟交通有关 但是上回地面 最近广州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消息 位于天河沙河片区的几个公交车站 在时隔五年之后 终于恢复运营 附近的路友都拍手叫好 恢复 是不是那些公交车 它走回那条线路就已经搞定呢 似乎还要准备更多 近日 随着先列东路道路恢复通行 交通运输部门决定对沙河大街站 沙河顶站 动物园站 军体园站恢复分疫 事关因为在五年前的2019年12月1号 广州大道北和鱼东西路交接处 意外出现地面塌陷 多条途经江柱的公交线路 唯有临时遥到喉洗 没想到这一遥就是五年 记者走坊发现 沙河片区乘坐公交车的群体 多为退休人员或老人家 在公交站停运之后 他们不得不步行到更远的公交站 搭乘公交车或者迭铁 五年嘛 不容易啊 你看我们这里就等了五年 而且这里的交通真的不行 太乱了 太乱了 受不了 受不了 9月7号开始 这几个公交站正式恢复运营 曾经住在附近多年的霍阿姨 今天专程从海珠区 过来沙河大街公交站乘坐公交车 所以我今天来体验一下 彻底搞好了 所以我也要表扬那些为国家贡献 辛苦在各个岗位上的劳动者 今天很激动 起码不用从家里出来 要两个站才有车 所以对这里的人们来说都请过来 一直以来沙河一带 物捕捉多个服装批发市场 路面停放的电动单车也非常多 各相关正能部门 也第一时间将公交站周边环境 进行了整治 希望尽量为乘客提供一个 舒适安全的乘车环境 记者走访了附近的街坊了解到 其实在公交车站开通之前 这里停满了电动自行车 只留下中间一条小路供行人通过 在开通之前的地时候 属地的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将这里的电动自行车停走 并且现在在这个重点区域 都是拉起了警界线 用这个喇叭循环放放 禁止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提示 公交公司都要表扬这些乘客 因为他们真的忠实涌等 五年前和五年后 公交车在整个公交系统的地位的变化很大 五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相信要解决或者解决了的问题的难度 应该是对得住这个时间 这个是我个人的相信 不过我们也发现 但凡路面的公交站 或者其他有什么没用 多了一块地出来的空间 很快会被共享单车 电动单车去占据 为什么之前不去清理呢 那也合理的 反正你的公交站都不用 就贡献出来方便一下大家停车 它也算是人性执法之一 但理解不代表一直都理解 这些飞机动车 是否真的可以挥之则来呼之则去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 因应之前的出行需求 大家买了电动单车 电动单车也算是固定资产 那么庞大的数量 之后停哪里呢 这个才是难点 今天下午参加巴黎残奥会的 广东运动员教练员在玉归来 广东省残联在广州白云机场 举行了欢迎移职 在这次残奥会上 广东运动员頑强拼 拿到了12金八银四桶的优异成绩 其中还有两人三次 打破了两行世界纪录 今天下午 一部搭转着巴黎残奥会广东运动员的飞机 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回到九围的家乡 运动建议格外兴奋 在后机大厅里 公主人员和亲友团拉起欢迎横蜂 手捧鲜花 翘手耳盘 来自法山的徐生 特地带着小孩和老人 战利迎接太太潘家闻 那么大的赛事 然后也拿到了冠军 所以说他的付出很有回报 所以说我们也很期待见到他 对也很想他 在这次巴黎残奥会中 潘家闻在女子乒乓球 双打中获得金牌 这个也是中国组合的 手梅残奥会金牌 见到三岁的儿子送上鲜花 潘家闻笑得很开心 在巴黎残奥会上 一众广东选手 在传统强项中发挥出色 譬如在自行车项目 广东省共五名运动员 黄登三金三银一同 保持了该项目 在全国的竞赛优势 而在特色项目上 也有所突破 譬如硬地滚球项目 来自广州的运动员林继梅 为中国硬地滚球队 首次奪得残奥会金牌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本来想着能站上领奖台 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既然能够到决赛了 那肯定是想拿金牌的 而且我这是第三届参加残奥会了 我想着能够在巴黎圆梦 本届巴黎残奥会 广东共有五十人 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 当中运动员三十二名 回望过去的十几日 广东的运动建议 还强拼搏 取得十二金八银四铜的成绩 金牌总数追平了伦敦残奥会 奖牌总数创下历史新高 接着来 他们将向2025年全逛残奥会 奖牌发起冲击 希望能够抱回出平常训练的水平 接下来还是先陪陪好家人 然后争取下一次的比赛 能够更加比这次更好 希望能在残奥会上 也能拿上金牌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 总共拿到94金76银50铜 220块奖牌 金牌和奖牌相第一 实现了在残奥会上 金牌和奖牌的六年冠 而我们第一次参加残奥会 在1984年斩眼十一届 自从2004年以来 一直都是双第一 最威衰那次是利约 也可以看得出 我国在残奥人物事业上的付出 和一路以来的支持 如果问残奥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支撑我们永不延弃的信念 关于融入 2024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工作正式启动 入户指标1.6万个 比2023年增加了一千个 10月8日起会接受积分制入户申请 看看 广州海珠区税保街道 外来务工人口更多 目前登记再策的外地来说人员 就有十万八千人 何生去年就申请过积分制入户 但是并未成功 了解到今年积分制入户启动 他一大早就专门去咨询 按照管理办法 申请入户广州市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在广州市有合法稳定的就业 广自主创业 年龄45周岁以下 辞广州市办理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等6个条件 李生2012年来到广州工作 直到去年成功通过积分制申请入户 成为一名新广州人 他就说目前广州的积分制入户政策 对长期助税稳定居住 和有合法稳定就业的外地人来说比较利好 喜提一个广州户口 两女儿都要有上学需求 每天都在办理这些东西 刚好积分入户这个指标下来之后 解决了很大一个个人的问题 据统计税保街去年积分制服务达 申请2535宗 成功受理1372宗 对于核区内来税人员申请入户需求量大 街道综合事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目前已经开設了五个受理窗口服务大家 他又提醒来税人员应该尽早办理广东省居住证 重点就是居住证 居住证分数提高了 以往是三分的 然后这两年就八分 所以就建议大家还是继续要办居住证 不要等到需要才来办 有长期研究积分制入户政策的人士指出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 按基厂指标分析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150分其实只是门槛分数 建议有意申请的罗税人员要提前做好规划 去年是208分一部分入围 那今年因为名额增加了1000个 然后我们估计今年的入围线不会下降太多 主要看今年的申请人数和今年的申请人分数 来决定今年的最后的入围线 每次听你很熟悉的感觉 有些古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感觉 最近这几天有多家知名连锁椰子鸡餐厅发文 表示出现了鸡圆食材短缺 原因就是刚刚过境没多久的台风摩蝶 严重影响了海南的文昌鸡养殖基地 导致文昌鸡供应受影响 大家都知道广州人最紧要吃鸡 喜欢吃鸡 广州现在这些椰子鸡餐厅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情况呢 记者先去看看 文昌鸡告急 文昌鸡告急 最近椰子鸡餐厅两大连锁品牌 四季椰林和仁四季先后发文表示 受台风摩蝶影响 位于海南文昌的文昌鸡养殖基地受损 鸡园减少 未来六个月可能会对各分店实施限量供应 网友的评论岂有参半 有人说坏消息是鸡没了 好消息是得知文昌鸡原来真的是产自文昌的 今天中午 记者去到广州一家餐厅 看到菜单上还有文昌鸡可以点 店员说 他们摘的食材文昌鸡 确实是产自海南文昌的 几乎是到店顾客的必选品 目前鸡的供货没有出现短缺 价钱也没有波动 记者其后又联系了另一家知名品牌的椰子鸡餐厅了解情况 有市民说如果文昌鸡养殖 抗实受到了影响 椰子鸡煲适当涨价 也是可以理解的 选择接受 这个确实是由供需来影响的 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会有一些供应上的问题 究竟海南文昌鸡产业的受损情况有多严重呢 昨天海南文昌市农业农村国回封媒体称 现在当地的受灾数据 还在陆续统计更新中 有很多乡镇暂时没有抗设的受损失数据 据海南网报导 受摩揭影响 文昌市全市全栏的文昌鸡 死亡率高达60% 大概死了1320万只鸡 经济损失约2亿元 目前海南省文昌市相关部门 正利用无人机喷雾等手段 对养殖场地进行全面消杀 努力防止损失扩大 并为后作恢复生产做好准备 海南文昌鸡伤亡惨重 不少识识的广州市民就说 不用怕 我们广东都有自己特色的清卷鸡 因为它经常马上跑 它那个鸡肉会比较紧实 就比那种养殖产养殖水 那种都是吃鸡肉的 椰子鸡它是偏甜的味道 那这个猪肚鸡它是有胡椒的 它就会有点热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对文昌鸡的关注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广州好像对清卷鸡还比较关注 有美食专家表示 椰子鸡的用鸡一般是生长到110日到130日的鸡 这个时间肉质是最佳的 当然文昌鸡不单只可以用来做椰子鸡煲 而做椰子鸡煲 也不一定非要选用文昌鸡 养殖这个海南的文昌鸡这个鸡种 不单只在海南地方 在广东或者广西都有养到文昌鸡 当然品牌员所强调 这个主要食材来自于它当地 这个是一种食材的选择和品牌的宣传所需要的 但是在食物的口感里面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区别不是特别太大 没合理 文昌鸡不一定来自文昌 碎事鸡亦碎事都没有 好消息就是市面上的 文昌鸡依然是有货并且没有升价 坏消息是我们不觉得 只是因为一直都买得贵 什么时候都是价高者得 去到尤其是短缺的时候 价高者还是得 椰子煲鸡不一定要用文昌鸡 大家都不一定要吃椰子鸡 大不了吃清远鸡 胡桑鸡 杏花鸡 怀香鸡 蒸鸡 炒鸡 烧鸡 炆鸡都还可以炸鸡 消费者之所以叫做消费者而不是美食家 是因为消费行头 性价比罪讲究 昨日报道员东莞这一轮依旧换身 好厉害 动员力又强 响应又积极 九月 眨眼来到中旬了 广东各地结合实际推出多项优惠活动 务求要令想买新车 新家电的消费者 落决心 享福你 汽车以旧换身补贴分两类 一类是报费更新 一类是致换更新 两种补贴二选一 报费更新方面 报费旧车并购买2.0升 及以下排量的燃油车 补贴15000元 购买新能源车 最高补贴2万元 致换更新方面分为三档 对7到15万元的燃油车 补贴8000元 15到25万元的燃油车 补贴12000元 25万元以上的燃油车 补贴15000元 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更大 分别补贴9000元 13000元和13000元 目前 省内降地结合实际 都出台了降借的补贴细则 条件对比第一轮均有所放宽 譬如广州 珠海等地 都对旧车的属地不作限制 例如我们这次汽车之换更新 我们不在线旧车原来的注册地 上排地 还有转让地 这可以大大的便利了消费者 只需要在珠海购买 就可以享受珠海的补贴 在广州 众多车企趁势推出优惠活动 政府补贴和门店优惠叠家 点减了消费者的扣车疫情 主要看SUV吧 二十多万的 现在家里开的是油车 打算是换个新能源 政府的置换补贴是一万六 然后小鹏这边还有五千 相当于就是两万一的一个置换补贴 挺划算的 两个补贴双重加持之下的话 我们那个销量方面都是有很大的提升 二十五到三十五这个区间的用够比较多 9月10号 深圳公布住宅装修改造 物品和材料扣置补贴实施指引 产权人进行全屋整体装修的 按照合同总价款的20%级约补贴 最高可以达到三万元 局部装修改造的 累计补贴最高不超过两万元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家装市场发现 商家对这次家装已旧换身活动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咨询预定的顾客明显增多 因为刚好家里需要装修 然后刚好赶上我们本次的补贴活动 正常我之前预算的话 是大概要花30万左右的装修 算下来基本上可以省个10万块钱左右 我们企业都能够积极地去跟业主一起 协助去提供这些申报的一些资料 指导客户去领取到这些补贴款 来自补贴政策的力度大 把建筑和装潢材料 家具全屋智能化等家装消费品 全部纳日本赤补贴申报范围 消费品类型 涵盖装瓷砖 木地板 智能家居 家具类等常用消费品 消费者很开心 因为听到今次比上次又优惠了又放宽了 他们更加想知道下次会不会比今次更加好呢 何时才是下次呢 换车方面最划算的 官方最希望大家还是要换新能源车 而看回各个优惠的区段 其实他就刚刚踏正准入门栏就是最底 就是7到15万买7万 15到25万买15万 基本上可以做到优惠占比的极致 而深圳的错峰优惠似乎更加有吸引力 因为装修可以补贴 似乎其他地方都没有怎么提及到 已旧换新的优惠是非常之好 大家支援扣新的热情也肯定高 只要商家坚持品质如一 只要领取优惠名码实价 昨天广东省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 三只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债券的规模是50亿 而这次发行获得亚联邮、瑞士等地 优质国际投资人的踊跃认购 认购订单的封值去到571.8亿元 订单倍数达到11.4倍 广东省本次在香港发行的债券中 两年期债券用于广州市南渣区项目 三年期债券用于诸三角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五年期债券为绿式债券 债券翻行受到广西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 直接发人民币债券 很重要的就是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 利用香港成熟的资本来发行债券融资 是一个非常好的融资渠道 对于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 人民币这几年体量又非常大的在世界上 它境外的投资的以前可能主要是买国债 现在它可以买地方政府的债券 所以对于人民币更多的走向国际化 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启示 目前香港是全球最大并且最重要的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楼 今年一季度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翻行额度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 我们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好 那么下一步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发行 能够在香港发生 同时也不断去丰富我们人民币的产品生态圈 让我们在供需两方 共同推进我们境外人民币的市场 香港这边是发挥着超级联络人的角色 更加重要的意义 它可以托阔到融资渠道丰富金融产品 增强市场活力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降低融资成本 和提升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而市场反映烈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另一边教师节的气氛依然在延续 为营造专师仲教崇文兴学的文明风尚 在昨天行广州市白云区人祸镇 举行了特别很特别的2024年金秋坐学活动 在广州白云区人祸镇第六小学 现场掌声阵阵 2024年度 白云区汉庭村和寿水村的奖学金发放仪式 在这里举行 就是考到研究生这块的是6000加一台手提电脑 那么考到985 211的是5000加手提电脑 汉庭村和寿水村 一直传承宗教崇文的优良传统 去年元宵节 汉庭村一共务得22万元 设立爱心坐学基金 专门用于奖励优秀汉子 大家就是为了发扬全城我们的村 历来注重教书育人 崇尚学习的优秀传统 第二就是激励我们的学子 努力学习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奋进精神 按照奖励科案 今年一共有55名汉子 获得首批奖励 奖金约为13万元 除了考取重点大学的本村考生之外 成绩优异的中考生 和在校的优秀标兵等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 为推动乡村教育发展 这次的仪式也对当地一批斯德高尚 厌务精进的小学优秀教师进行奖励 关键是学校这边形成对新老师的培养制度 同时学校也在有限的一些资金上 也对他们实行一些简单的一些机制 近日广东启动新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制度计划 用五年时间持续实施 每年投入一千万元 培养一百名乡村教师 加快保齐乡村教育发展短板 切实提高乡村教育质量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很多家长经常会说 学习你为自己 虽然都是为自己 但对成绩突出的学生奖励 是可以激发他们的动力 书中自有黄金屋 而对于乡村来说 让更多教育工作者 可以愿意扎根落乡村 潜心教育更加是一个良性循环 宿世教育差距 才可以宿泽发展差距 香港方面 一宗工业意外 香港落马州一个地盘 有吊臂怀疑零件松脱 另一部分吊臂堕下 导致五名工人受伤要送丸 他们的伤情严不严重 还有为什么又是地盘意外 从观众提供的片段可见 示范后吊臂弯曲 压着旁边一座 正在兴建的建筑物顶部 现场的照片拍到 吊臂外部组件分离 仅靠内部零件研接 而压着建筑物顶部的部分 就落在平台位置 高空望下去 跌下来的吊臂 横跨约半个顶楼 示范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地盘 位置落马州路 和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近下湾村 香港警方称 昨天下午三点几节步 地盘有吊臂怀疑零件松脱 另一部分吊臂坠落 有混凝土击重工人 据了解 涉事吊臂用来灌注混凝土 和吊混物料到建筑物天台 事发的时候 五名工人原本在天台等待吊混物料 突然部分吊臂坠落 导致工人受伤 有人盘骨骨折 亦有人腰受伤 其他亦有首部拆伤等 吊臂属于平发公司 有职员回复称 负责人正在了解事件 有工程师看过现场的照片 认为涉事的是新宿式吊臂 可能是吊臂组件之间的扣件出问题 令吊臂伸缩时松脱 认为情况罕见 每一把痴 每年最少要做一次全面性的检测 当然每个星期都要再去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检测 可能真的把痴本身是有些人坏 或者结构上的人坏 而在检测的时候 可能他们是看不到 他认为粗机工资 滑地盘负责人 有责任抗补吊臂本身是安全的 才可以使用 获获新鲜获获禁 之前多次出事的地盘依然继续出事 而最奇妙的就是 他每次出事都有些不同 轮着来 可以吊臂这些重型施工机器 本身对安全性要求很高 紧张这些设备的检查 等于紧张工人的安全 人名关天 地盘公司需要认真对待 另外一宗施工以外 早前有一名渔民在汕头广澳港 附近海域作业的时候 因为操作失误 被船上滥城击中受伤 汕头海市部门 开辟紧急救助绿色通道 最后成功救起了这名受伤的渔民 事发当日 汕头海市共指挥中心 接到110紧急转警清 在广澳港正南方约5.5海里处 在一艘船号围程凤墙F003的渔船上 有一名渔民在可上作业过程中 因为操作失误 被滥城打伤 伤势严重 请求滥城接触伤者上岸就医 除后 指挥中心立即协调救援力量展开救助 指令海船09003抵达险程水域 协调程凤墙F003进港停泊 同时协调附近渔船程凤墙C004 开往广澳方向协助接种伤员 并迅速向120急救中心通报船员商程 请其派出急救车辆和医护人员 提前到核区码头等待救助伤员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受伤渔民被紧急送往山大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救治 幸好宋苑及时 受伤渔民目前伤情稳定 海市部门提醒 海上庄业的时候 被南省击伤、浪水等事故时发生 庄业人员无必增强安全意识 关注过往船舶动态和周边环境 操作无必要规范 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伤情稳定是好消息 因为当知道说伤情严重 大概都猜到 这个伤势肯定比我们想象的都要重 好彩系列不是好彩 是因为有賴及时救援 这次的原因是操作失误 其实还是生产流程问题 报料时间 有个周老友说 他去年年底在潘芸区一间4S店 订了一台未上市的新车 今年给了尾款 但是迟迟提不到车 后来才发现 原来有接近15万的美款 被销售经理挪用了 这样也可以吗 照计你签了合同 有单据 谁挪用都好 应该不关消费者的事 先看看详情 去年11月中旬 张生在潘芸区折逃 广州贸华体验中心 预订了一台旅行者征服 Pro版SUV 当时销售告诉他 一个月后就可以提车了 于是张生向4S店帐 支付了8万元的订金 当时店里的销售总监罗生 还邀请他到广州车展看实车 24号去以后就发现了一款新车 迎龙之翼 我当时就跟他拍板 当时那个车厂还有一个销售员 在这个地方 我也问过销售员 他说这个车最快要三个月下线 当时我也同意了 我愿意等 而且这个车要加价 那我也是同意的 今年5月 4S店的销售总监通知张生车已经到店 可以去提车了 但张生就发现 车辆的颜色和订购的版本有出入 要求换成他当时浪订的颜色款式 张生说 这位销售总监罗生 看上去很实在 所以自己没有多想 每次都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扣置税 攀牌费 相牌费 保险 美款 共计16万多元 分三次转到了他的私人账户 但到了8月份 仍然没有人通知他去提车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办好这个事 临时牌也没有 我就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要求他开具发票 知道他已经把后面款项全部挪用了 张生并没有立即报警处理 而是找到了公司负责人 给中时间 叫罗生把钱拿出来交给公司 后来我们就一起去报案 报案那天为止 他还没被公司开除 他是公司资源 他还在正常上班 我们是从公司这个地方 把他一起送到派子所去 对此 4X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都是受害方 暂时没有发现有其他客户款项被挪用的情况 公司已经报警处理 这个东西公司也是在这个点上也是不知道的 也是受伤害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内部也在吹他这个车款 杀水交杀杀 谁知道有这个情况 他最后可能追到最后 躲不住了才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发现这个事情 目前涉事的销售经理罗生已经被保释 正在筹资并退回被挪用的款项 律师表示 市民在向商家付款转账的时候 应该要看清对方账户的性质 对于销售人员他个别所收取的费用 他的效率是给予这4X店的 所以说即便销售人员 他私下收了款项 那么也视为这个销售店已经收到 那么尽量是把这个车的款项 支付到这个公司所指定的账户 那样这种情况的话 就更有效地去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不生意还生意 知人口面不知心 交易它是有交易的保障手组 因为过分信任而跳过必要的手组 受伤的就是消费者自己 不过如果我们再斟酌在这个交易过程里面 公司方面 难道他就不会觉得有异常吗 虽然说客户探订可能会有 但是确认手组是否可以有进一步的跟进 而且很明显行骗者获取的信任 是消费者和公司两头都有 中秋之前各地的月饼都在热销 而为了非法牟利 有不法分子冒用知名商标销售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月饼 最近广州市黄域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宗跟月饼有关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王某从微信好友南某处扣入月饼 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等对外销售牟利 经鉴定月饼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经统计销售金额达到66万多元 此外康某亦从王某等人处扣入假冒品牌月饼 经二次包装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涉案金额约25万多元 被告黄某文等6人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许可 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假冒注册商标的月品 存在欺诈行为 且在产品质量 产品关于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标签标注等方面 均不符合法律规定 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造成的食品安全的潜在风险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损害了公共利益 被告人黄某、康某等人的行为 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借1年3个月不等 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并支付销售金额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个人在朋友圈销售月饼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法官表示 面对五花八门的月饼 消费者是很难去识别到 所以网购还是需要谨慎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朋友圈内的私人作方月饼 大多数没有卫生许可症和健康症 其食品安全标准 制作过程是否卫生 智能部门很难监管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月饼 选购时要注意仔细查看月饼的包装和标识 是否包含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重要信息 观察月饼的外观和气味 假冒品牌的月饼可能会出现开裂、眉变、有气味等情况 现在的大数据监测下 是否真的有人可以在互联网上 偷偷去买这些违法的东西 是否真的管不了 还是为了要保住使用人群的规模而故意中容 都是那句 制作得出来他自然要想办法卖 为什么他不是在其他电商平台 而是他就是选择这些平台分享平台去卖 为什么唯独是这些平台他监管不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 观赏少庆星湖厄罚含邦邦的最佳时候 据预测今年可以看到厄罚含邦天象奇观的时间 是9月7号到22号 总共有16天两个星期有多 而其中最佳的观测时间刚刚和中秋假期重叠 傍晚时分 在兆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官发台上 不少市民和游客早早就拿起手机和相机 等待着厄罚含邦旗观的出现 看看现在的构图行不行 应该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日子 那个邦旗是和嘴里对得起 厄罚含邦旗观的为止 今年的天气有时 怎么说呢 又是声是语都很难触摸 昨天还下着大业 所以今天一好天就过来看看 声湖的天然大鳄佛 是由亚波岩 曼虫岗等素座岩峰组成 长较1.2公里 远远望去 一座形神据此 唯妙唯超的鳄佛若然眼前 软让彩霞曼天的金佛华鳄 口中含丹 按照预测 今年的9月14到18号 太阳落点会从鳄佛的避上到下巴 而最佳的观赏日期 是9月15到17号 连续三天的下午6点到6点半 那今年也是非常的凑巧 沃佛罕丹的最佳观赏 那几天时间呢 跟我们的中秋佳节是重叠的 所以呢 有客朋友们来到 湿地公园这边 傍晚时分 就来见证这个 沃佛罕丹的天象奇观 那看完之后 在周边吃点东西之后呢 晚上就可以来到我们七星岩 因为我们现在七星岩晚上 是夜间是免费开放的 那中秋那几天晚上呢 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节目 现在中秋节就来到了 现在也是吃蟹的好时机 今年蟹的销售是怎样呢 那些价位又是怎样呢 我们看每天一看 在这个季节 要说首推的美味 当属蟹了 在海鲜市场内 记者看到花蟹 肉蟹 高蟹 大杂蟹等各品种的蟹 已经在市场上横行 不少海鲜当主表示 由于现在的蟹非常肥美 过来买蟹的市民 比平时多了不少 据海鲜当主介绍 今年蟹的价格 和旺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不过预计临近中秋 蟹的价格将会有所上涨 中秋可能贵一点 然后看天气 天气好一点就没有贵多少 天气差就贵 小货就贵 现在吃蟹 蟹肉鲜圆 蟹黄金香 那大家有知不知 怎样去挑选好的蟹呢 伴手共进 玩具快信 今天一场枸树枸印 在四川剑钢卷 吹云郎大柏树湾上检 两位新仗古代制服的检员 一路循查 清点古柏 交代管理注意事项 他了解 当地官民相禁剪罚 枸树枸印制度 从明代研习至今 目前剑钢卷内 共有12,510株古树明目 每度远向领导交接任时 仍然要负责核查清点 当地古树的相关情况 如今 演员通过演绎 令更多人知晓当地古树保护的历史 今天中午12点 朱雀三号VTVL1 可床复使用垂直起降回收试检战 在中降走传卫生发射中心的发射工轨 原本完成10公里级垂直起降 返回飞行事件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 为可床复使用液氧甲卷运载火箭 箭体直径4.5米 整流罩直径5.2米 全线总长76.6米 起飞质量优为660吨 起飞推力优为900吨 好了 今天湾区最新闻 我们先看着这么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和触电号 我们会全天刷新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微最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继续 明晚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 看看这本 未经常演唱 好 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